最高去年涨到1700美分的天价 要解决长期粮食不足的问题 联合国认为吃昆虫是个好方式 但是真的要吃昆虫 很多人都有心理障碍 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曾经吃过 的确食物的价值观是可以改变的 200多年前的美国龙虾被认为是低下的食物 所以都是拿给监狱的犯人吃 之后还为了人道考量 规定犯人一个礼拜不能吃两餐以上的龙虾 但是现在龙虾却被认为是顶级佳肴 至于这样肥滋滋的昆虫 以后会不会变成真修美传 那就要看人们的心理怎么想的了 我们提到食物浪费 其实为了要生产这些被浪费掉 多出来的食物 我们整个地球所付出来的 环保相关的代价也是非常的大 像是我们的畜牧业 你要产出这些这么多的肉类制品 不管你养猪养牛养羊也好 它们所排放出来的碳排放量都相当惊人 所以才会去想到说多吃虫 说其实在全球目前20亿的人口 是以昆虫作为一个饮食的补给品 说其实有多达1900种的昆虫 是可以拿来吃的 魏晓朱老师看到联合国这么认真的一份报告 他这报告可是写了200多页 建议大家多吃虫 您觉得您怎么来看联合国这个报告 是 其实你看到这么多人口去吃虫 其实说穿的是因为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吃一般 我们的家禽家座这类的蛋白质 所以对于他们的说 因为经济状况不好 所以他只好用这些昆虫的蛋白质来取代 像我们看到会吃虫的 几乎真的都是落后国家 以先进国家来说我们会去吃虫 可是绝大部分都是在于什么 我可能只是藏鲜 或做当点心用 我不会当它是我一个营养师 营养的补给来源 像以台湾来说 台湾也有吃虫的习惯 像我们在南部会吃什么 像那个豆瓣 等于应该是蟋蟀的一种吧 在南部它就把肚子抽开 然后塞一个斑鼠签进去 炸一炸 我自己吃过也蛮好吃的 再还有吃什么吃蜂涌 蜂涌我吃过的做法就是 就像菜脯蛋一样下去煎也很好吃 或是南部还有什么 那个蚂蚁蛋卷 蚂蚁蛋卷 对 就一个蛋卷上面撒了很多蚂蚁 因为据说吃蚂蚁对身体有好处 这个我就没吃过了 我可以想象它上面撒的是芝麻 所以你看我们台湾基本上要吃 但是我们都是当做点心 我也不会说视为一个 营养补给的来源 我当做好吃 好奇 有兴趣 我吃一点藏鲜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会觉得利益良好 可是真的要教育到大家民众 能够去接受 把它当做你的主要食物来源 或是我的配菜的一样 你会如何想象 今天我们的桌子上面 有一盘是昆虫做的 我们今天不要吃牛肉了 我们今天来吃乳蟋蟀 几乎没有人能够 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 所以联合国虽然这样子想 我想真的能够接受还是极少数 所以士凯你来看联合国这种想法 会不会有一点天马行空 没有 我觉得它是因为 它是以西方国家的思维 像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 有特别介绍说像早期的寿司 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 我在美国的时候 真的老外美国人 只要看到寿司吓得半死 生的东西怎么可以吃 因为他们都是单一食物习惯的 就是他从想吃什么东西 他就吃什么东西 不像我们接受度比较高 可是第二件事情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说说 那很多国家早就已经在吃了 你看东南亚国家 而且超好吃的 我们每次到了东南亚 超好吃 对 因为你知道吗 它把那个竹节虫 那个炸得酥酥脆脆的 又放一点胡椒粉 你吃起来就跟薯条是一模一样 然后我到云南吃 它那个蛹 它把它也是炸过 然后还加了麻辣 哇 还有麻辣口味的 然后我自己吃了以后 我觉得最表面上不好看 但是还蛮有趣的一个东西 叫做蜘蛛 那时候它炸了蜘蛛的时候 在东南亚国家 它炸蜘蛛炸了以后 它撒了一些糖浆 再撒了一些芝麻上面 哇 那香气多好啊 其实你不要讲说东南亚国家 日本也吃 韩国也吃 真的啊 其实很多国家 他们都有在吃这样的文化 只是说我们像老师讲的 如何去改变那种心理的障碍跟因素 我觉得联合国的想法 当然它有很多是数据 有很多是学术的理论 可是这个跟我们生活的文化背景 有很多是不同的 所以它只能提出这样的概念 要花多久的时间去让大家认为说 可以吃上 就好像要花多久时间 让美国人觉得说 吃苏喜是一件高档的一件事情 再来一点我自己再看 我说与其你去倡导这件事 不如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浪费的这件事情 像我们前面的讲的很多的 很多的国家有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政事 其实台湾自己有很多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从浪费这一端先开始解决 这样的话你的到时候 你就不会有所谓的这个 食物短缺的一个问题吗 因为我已经不再浪费了对不对 实在逼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再来研究 因为到时候是真的没东西吃了 你才会去吃虫 除非我们就像东南亚的朋友们 因为他们是习惯 因为我去泰国东北那边 他就是很贫瘠 他没东西吃 他就是靠这些来补充他的营养 我去云南他们就是这样 所以对他们来讲说这是正常的 他们从小生活的正常 可是对我们而言 突然间不要讲你 我一天到晚什么东西都吃的人 我的干姐 泰国干姐说 我带你吃吃我家乡最好吃的东西 你知道什么 蚂蚁蛋兼蛋 蚂蚁蛋兼蛋 对 然后里面白白的是蚂蚁蛋 黑黑的是蚂蚁 然后包裹在蛋里面 你要不要吃 可是你吃下去的时候 它真的好吃 但是你的脑海里面就觉得 我总觉得我喉咙怪怪的 好像蚂蚁在我的喉咙里面爬的那种感觉 就是还是有心理障碍 对 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倡导 他要花多久的时间去叫BBB 其实这样倒不如回过头来 我们去研究如何去改良浪费的这个问题 所以讲到台湾自己也有自己的食物浪费问题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可以帮助大家来遏止这样的状况 持续恶化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为了要减少食物浪费 有些国家是都用政府的力量来做出一些规定 像是我们刚才讲到德国蛮严厉的 他们如果食物吃不完要扔掉的话 是要罚款 这一罚新台币大概是一两千块钱左右不等 在丹麦政府就提倡叫人民呢 怎么样的去有计划的进行自己家庭支出的规划 所以你要买多少食物 你可能先前就会先计划清楚了 就比较会减少浪费的问题 那么另外像在英国就会要求食品厂商 在进行食物包装的时候要减少分量 在日本明令规定是不准打包 在香港打包要另外额外付费 不过在台湾食物浪费的问题也还蛮严重的 我们在一天出来的厨余量多达4万桶 可以盖70座的1101一天而已 所以想请朱老师带我们来看 台湾政府对于相关的规定却是 好像没有看到复制雀卢 像我们刚刚提到瑞典这个餐厅的问题 因为瑞典它其实虽然法律没有规定 可是他们一般的餐厅它都会去标示说 我这个食物的这份菜的分量有多少 你像刚刚讲瑞典在台湾的这家家具行 他们卖的时候 其实它的牛肉丸子它有标示说 我这一份有多少颗 一颗分量多少 其实写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点了之后你还吃不完 那他会觉得说 我已经都跟你说它的分量有多少 结果你还点太多 那是不是你消费者有相当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很好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台湾你看 台湾现在开始会要求什么 你食品要标示热量 好坷有说你咖啡要不要含 你咖啡液有多少 这是我们在餐厅的点菜的时候 我这份菜大概有多少分量 在点菜的过程当中无形中 我们就比较不会降低浪费的问题 所以政府是不是可以带头 当然不至于说要用法律来限制 可是可以带头要求餐厅业者 渐渐的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相当程度 就可以降低浪费 当然另外包装的问题也是一样 一般我们的包装 如果说今天是透明的 很清楚的告诉你说多少 我们看就知道 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商品 我们其实不知道 尤其现在很多商品 一层又一层 一层又一层的包装 你可能外面看起来很大包 其实里面只有一点点 可是变成说好 我现在都觉得说 它里面可能只有一点点 所以下次我会多买几包 结果发现你可能下次买 不同牌子的 结果它分量很多 我想这个 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标示 我想是政府直接去做 推动的一件事情 不过说到政府 虽然或许可以做这件事情 但会有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对食物这件事情 要从前再思考跟再教育了 非常感谢三位 也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